欢迎继续收听有桑子播讲的长篇玄幻小说《斗魄苍穹》第592回 这出云帝国的人修炼起来更加的疯狂一些 因为谁都知道若是不达到斗王的阶别 那么自己所修炼的独斗技迟早会吞噬掉这条命 而有了这种死亡的压迫 出云帝国的修炼风气啊 倒的确很是有些疯狂 而也正因为如此 真要说起来出云帝国民间所隐藏的强者 或许要比加玛帝国多上不少 这些强者一般很少会加入什么大的势力 而是各自为战 拼了命的努力修炼着 以盼着自己能够彻底的脱离体内毒性的侵蚀 总体来说 这个国度比加玛帝国要更显得混乱和危险一些 当然 这种混乱的程度与根本就没有法律制度的黑角域相比 则要显然弱上不少 毕竟这里再怎么说 也有个出云皇室以及那庞大的独宗统治着 肖炼三个人用了将近四天的时间 方才经过长途跋涉 进入到了出云帝国的中心位置 这一路行来 对于出云帝国的混乱 三个人也是有所了解 特别是瞧的一些斗殴中 便是四处泼洒的毒物 心中对这个帝国的危险性又提高了不少 而在了解了这些之后 肖炼也不由得再次对小一仙的作为 而惊叹一番 能够在这种混乱之地 建立那近乎统治了三分之一个出云帝国的庞大势力 这之中恐怕是付出了无数血腥 在这出云帝国寻常温和的手段 恐怕将很难使那些性格偏激的强者收服 而血腥的手段方才是最有效的一种 而肖炼能够想象 小一仙凭借着一介女流之辈 想要把独宗扩展到这个地步一路下来 不知道脚下布满了何其多的枯骨啊 独宗的总部 坐落在出云帝国的中心处 在那里有着一座名为天独城的城市 而这个城市则是里里外外尽数掌控在了独宗的手里 甚至可以说这个城市便是独宗的统治之地 在这里即便是出云帝国皇室的人 也是没有丝毫指挥的权利的 这座天独城被无数出云帝国的独师奉为心中的圣地 因为历代一些出云帝国的最强的势力啊 都是把总部设立在此 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独师的朝拜 天独城在出云帝国名声极广 因此 萧炎三人仅仅是随意一打听 便是得知了具体的方位 而以三个人的速度 花费了约莫一天时间 便是抵达了这座被奉为圣城的城市 站在天独城外的一座山峰上 风尘仆仆的萧炎三人 皆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此时的三人装束都略微有些改变 美杜莎更是直接在头上带了一个斗篷 这一路而来啊 因为她那出众的容貌引来了不少的麻烦 而对于那些心怀不轨的家伙 美杜莎自然是没有丝毫的留守 但是那些凡人的苍蝇依然是络绎不绝 到的最后啊 即便是美杜莎的心狠程度 也只得无奈的用斗篷将容貌遮掩了起来 这样下来那赶路方才顺利了许多 望着下方那庞大的城市 萧炎嘖嘖的赞叹了一声 没想到如此庞大的城市竟然全是独宗所掌控 看来这独宗在出云帝国的地位 比阎盟在加玛帝国都要高尚许多呀 你的手段没有他那么狠 你若是愿意将皇室的人尽数杀一遍 并且血洗其余各势力 那加玛帝国也是彻底研蒙的天下了 而且还无人敢有丝毫意义 美杜莎淡淡的说道 文言 萧炎苦笑了一下 说起来他还真的做不到 需要进城吗 美杜莎没有在这个话题上过多停留 随口的问道 不用 萧炎笑着摇了摇头 旋即手一动 一枚灰色的玉片就出现在他手里 然后轻轻一捏将纸捏成了粉末 做完这一切 萧炎拍了拍手 直接是在山峰之上盘坐下来 微笑道 接下来啊 就等着吧 他应该很快就来了 哼 希望来的不是一堆独宗的强者 美杜莎撇了撇嘴说道 听了他的话 萧炎不由得无奈地摇了摇头 看来他对小一仙依然是有着不小的借地 不过对于这种事情 他也是无可奈何 或许日后两个人相处久了就会好一些吧 心中这般想着 萧炎的目光 缓缓在这天独城周围扫过 深吐了一口气 拳头却是逐渐的紧握 漆黑的眼眸中 寒芒涌现 混垫的家伙 给我等着吧 当萧炎三人在山峰上静待了约半个小时后 一道模糊的黑眼儿 终于是突然出现在视野之中 最后几个闪掠就凭空出现在这片山峰的半空上 人影的掠来 自然是引起了萧炎三人的注意 当下都是暗中戒备 戴着黑眼儿出现在半空时 才露出了那一头标志性的白色长发 三个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抱歉 刚刚宗内在商议事情 所以来的有些晚了 满腰轻扭 小依仙缓缓缓的降落而下 冲着萧炎轻声的说道 在说着话时 他的目光 在紫妍与后面的美肚沙身上扫了扫 调到美肚沙头上戴着个斗篷 不由得淡淡问道 又不是没见过 何必戴个斗篷 难道以为这样便会认不出来你吗 听着小依仙这话 萧炎就在心中无奈的叫了一声 糟糕 果然就在小依仙画音刚刚落下 那美肚沙头顶上的斗篷就直接化作一道黑影 带起凌厉的进风 对着小依仙狠狠的射去 目光随着那盯着来的暴射而来的斗篷 小依仙身形纹丝不动 屈指一弹 一缕进风射出 最后与斗篷狠狠的撞在一起 顿时爆裂开来 哼 真要隐藏行迹 凭你也能寻出本忙 斗篷射出 美肚沙那妖艳的容颜也是显露出来 他的目光冰冷的望着小依仙 嘲讽的说道 小依仙丝毫不让步的冷笑道 哼 在这出云帝国 没有我寻不到的人 够了 都安静点 找你们来 不是看你们吵架的 瞧得这一见面就开始 互相炮轰的两个人 萧炎顿感头疼 只能喝声赤架 见到萧炎怒喝 两个人再度冷湿了一眼 这才撇开了视线 见到两个人安静下来 萧炎才微微的松了口气 开口问道死刑最重要的事 萧义仙 你有魂殿之人的消息了 嗯 在我回到出云帝国时 那魂殿的人 并又来找过我一次 不过这次他似乎对我 并没有将你抓获 感到有些愤怒 在争辩了几句之后 就离开了 所以这次我多了个心眼 逐渐的发现了死人的行踪 他实力如何 萧炎眼盲闪烁 沉声的问道 不会逼我弟 不然的话 他也不敢在我面前嚣张啊 小一仙沉吟的说道 旋即目光 瞥了一眼美度杀说 若是我们三人联手 或许能留下他 萧炎 微微的点头 眼眸之中跳动着些许的亢奋 从当初与要老四处逃生 躲避的情况相比 如今的他已经能够开始主动的 寻找魂殿之人 获取情报 这之间的差距 简直是天壤之别啊 而这也足以说明 这几年之中 萧炎的成长 是如何的迅速 或许只要给予他足够的时间 日后或许真是有资格 与魂殿正面抗衡的 小一仙迟疑了一下 缓缓的说道 我们三人 对付那魂殿强者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不过有些棘手的是 这个魂殿的家伙 与一方势力有所瓜葛 要是动手的话 恐怕这个势力 和我们会有所冲突 文言 萧炎一愣问道 啊 不是说 出云帝国的一些毒师势力 已经基本被毒宗清理光了吗 清理倒是的确清理了不少 不过这个名为 万歇门的势力 却是例外 其宗内之人 有着一位很多年前 便是在出云帝国 名声吉祥的老家伙 如今 虽说他很少再出现了 可是 还活着 上次准备清除万歇门时 便是惊动了这个闭关的老家伙 当时我与他交过一次手 的确很麻烦啊 而且 这万歇门之下 还有着不少强者 虽然平日颇为低调 也不如何插手帝国的事 可是在出云帝国 也的确拥有着不小的分量 小一先说着眼眸的寒芒 微微的闪烁 显然 对于这个万歇门 他也是略微有些忌惮 听到这儿 硝烟面色逐渐的沉了下来 如此说来的话 要抓住这个 魂殿的人 岂不是要先和这个万歇门开战吗 但如今 在这出云帝国 阎蒙的强者 也是难以支援 动手的话 可是极为棘手啊 见到硝烟的脸色 美独沙淡淡的开口道 既然他能让你来 自然是有所打算 不妨听听他的意思 哦 文言硝烟一愣 也是把目光 投向了小一先 目光瞥了美独沙一眼 小一先才微微点头 沉吟的说道 最近这段时间 不断传来万歇门 和独宗的一些冲突 前不久 我们抓住了一名万歇门的人 从中得知 这个一向低调的势力 貌似是要对我独宗动手 据我所料 这之间恐怕又有 那个魂殿之人煽动之故 不然的话 以歇山那个老家伙的性子 可不会干出这种事来 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宗美经过商谈 决定先发制人 在万歇门还未动手之前 直接将他们清除掉 小一先眼中略过一道凶芒 目光望向硝烟 若说是以前真要拼起来 也不见得能将万歇门拔除 可这次有你们在 或许把握会大增 美杜莎这个时候嘴角微薄冷笑道 哼 瞧吧 原来是找你当打手来的 美杜莎 你不要太过分了 不要以为本宗会怕了你 听到美杜莎这么说 小一先的脸色顿时也冰寒 怒声道 你若是觉得 我想拆遣你来当我独宗的打手 大可现在离去 我绝不阻拦你 美杜莎眼眸微眯 刚要说话 却是瞥见硝烟 那逐渐涌上些许怒意的脸庞 当下只能咽下话说 希望本王胡乱猜测吧 硝烟抬了抬眼眸 这次却并没有怒吓 只是声音平淡地说道 若是再吵 我就自己去寻那魂殿之人 你们该干什么 就干什么去 然而就是这般平淡的话语 却是令得美杜莎与小一仙 皆是连忙闭嘴 他们都能感受到 硝烟心头的不耐和怒火 一旁 紫妍瞧得被硝烟震得 皆是闭嘴的两个人 顿时幸灾乐祸的 黑黑的笑了起来 将两人震慑而下 硝烟的目光转向小一仙 沉声说道 既然独宗的目标是万歇门 我的目标是万歇门身后的魂殿之人 那我们自然是能够合作的 话声落下 硝烟瞧得小一仙那欲言又止的样子 挥了挥手道 放心 我心中不会认为 你是想找打手 才把我从加玛帝国找来的 我若是不相信你 就不会来了 文言小一仙轻松了一口气 轻声的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明日就动手 独宗之内为这一天 也准备了许久时间 随时可以开动 嗯 萧炎点了点头 沉吟道 那位万歇门的老家伙 实力如何 应该在三星斗宗左右 一身独宫 也是极为狠独 当年也算是出云帝国 显赫一时的凶星 只不过 最近这些年 一直在闭关修炼 所以到逐渐的萧声匿迹了起来 但老一辈的人 还是能够记住这个狠辣的老家伙的 小一仙目露凝重的说道 显然对于这个老家伙 他也是颇为的忌惮 那个老家伙 应该叫歇碧炎吧 一旁的美杜莎 眼眸闪烁了一下 突然说道 哦 你知道他 文言 小一仙和萧炎都是一愣 嗯 当年还交过手 不过 我在刚成为组长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出云帝国有名的强者 当时还交过一次手 那个时候的他 只是一名斗皇强者而已 没想到这么多年后 不仅没死 还进入了斗宗 对了 当年海伯东 也与他交过手 不过最后 却是失败了 加玛皇室的那个嘉行天 倒和他交手好多次 都是略占上风 不过可惜 如今的歇碧炎 已经是斗宗强者 他却还是斗皇巅峰徘徊 若是他知道这个消息 恐怕要颓丧许久 但总体来说 当年加玛帝国和出云帝国的强者之争 这个歇碧炎 算是大出风头 压过了不少加玛帝国的强者 听着这从美杜莎嘴中 说出的一些当年的事 萧炎也是略感惊诧 没想到那个歇碧炎 还是阎蒙一杆长老的老对手啊 小一仙微微点点头 旋即陈吟说道 外歇门应该就数他最强了 只要把这个老家伙搞定 其余的 除开门主歇山 以及几位长老 都不算什么棘手的 只要交给独宗强者就行 若是算上那名魂殿强者的话 外歇门 便应该有着两名斗宗强者 我与他应该能够应付 更何况 萧炎你还有着足以饥伤 斗宗强者的底牌 这场交手 我们胜算应该不小 文言 萧炎笑了一笑 点了点头说 既然如此 那么明日就动身吧 也让我来瞧瞧 这位当年能将众多加玛帝国强者 压下来的人 能有多强横 当然 还有那名魂殿之人 他 才是此行最重要的目标啊 说着这句话的时候 萧炎的脸色 略显得有些阴森 独宗对万歇门这般的举动 明显是早有预备的 因此 在萧炎三人到达天独城的第二天 独宗这尊大机器就迅速的运转起来 无数人被派遣而出 然后以灵星散撞之态 暗中汇聚在万歇门所在的天歇山脉周围 仅仅三天的时间就是暗中将里外里尽数的封锁 当然 虽然独宗这般大规模的举动 或许能够瞒住一些外人 但是明显瞒不过眼线同样不少的万歇门 所以啊 在独宗之人开始逐渐出现在天歇山脉周围的时候 万歇门就已经有所察觉了 好了 朋友们 这场独宗大斗万歇门 究竟谁会胜利呢 与之后事如何敬请收听 斗魄苍穹第593回